兩位是第一次碰面是不是 是 第一次碰面啊 那我這邊就要好好問一下潘總了 潘總那時候是什麼樣子的契機 會想說要跟麗穎這樣合作呢 首先我認為叫麗穎是一個 時尚亮麗的形象 跟華麗的高蹲時尚的定位是三幅的 另外我也知道麗穎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其實華麗也是 所以我們雞鴻大和的人 一定可以共同引領整個的 至上生活的橋流 好沒有錯 所以呢就我們的華麗以及趙麗穎 一定會一同打造我們的至上生活 那我相信對於麗穎來講 麗穎我這樣說你是Valdy的小師妹 你不會介意吧 不介意啊 不介意啊 你會覺得說有這樣子的大師兄 雖然是年紀有點小但小師兄 你會覺得特別開心 我覺得特別開心 他很可愛 特別可愛 收穫了一個機器人 是 所以你這樣接下來 在我們的華麗這個大家庭裡面有一個職能 叫做我們的至上生活的首席品見官 對你來講的話 你覺得你要怎麼去履行這樣子的職位呢 首先我覺得還是當之無愧的 因為我真的是第一批體驗的客戶 基本上這個有些什麼樣的這個智能上面的一些生活指示 其實還有他這個生活上面的智能細節 其實我都了解的特別清楚 因為我突然間覺得這個做飯其實是一件可以 可以變得很美好的事情 對方的人來說 很輕鬆很有趣 對對對 對不對 就像他玩iPad一樣 對 然後還有音樂可以聽 邊做飯可以聽音樂 非常的人性化 對 對吧 所以呢今天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要請我們的潘總 幫我們的麗影來頒發了我們的任命書 還有華蒂公牌 也請我們的工作人員 能夠遞上我們的任命書 以及華蒂公牌 交到我們的潘總的手上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也要恭喜麗影正式的加入到我們的華蒂的大家庭當中 成為我們至上生活受席品見官 太好了 華蒂爸爸和你沈姐姐 我們一起做出至上生活吧 耶 那我們也相信麗影已經將 我們也愛你 好 我們也相信麗影與我們的華蒂會一起成長 而且打造這樣子高品質的至上生活 太棒了 所以呢我第一次掛上這樣子公牌對不對 對 過程當中的公牌感覺怎麼樣 感覺 立馬覺得自己的這個 肩負重任 肩負重任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請麗影能夠 繼續能夠幫我們的華蒂 將